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住的会设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从现在开始我们讲标题四 关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他一共讲了八种特定交易 这八种特定交易讲完 就意味着第一节收入所有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至于说第二节费用第三节利润 东西很少 我简单的说一下就行了 我们看第一种特定交易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啥意思 我今天把这笔卖给您了 我可能给你规定一定的退货期 在退货期满之前 你可以把这东西退给我 那我就想问你一件事 是所有的客户都会把这产品退回吗 不是 那就可能有的退回 有的不退回 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对于这种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我企业应该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我必须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就要估计一个什么 退货率 这个退货率准吗 不准 是我卖方 是我企业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销售类似和相同产品 以往的经验 估计的退货率 比如说 我认为估计的退货率 假如说20% 那么然后往下看 那假如说啊 这个产品 好像说产品有点漏 这个商品 它的交易价格 比如说是100万 然后我估计退货率是20% 我再告诉你增值税率是13% 那是不是我现在卖东西了 对我能不能全额把这100万确认为收入 不能 有这种销售退货条款的销售 必须是要考虑退货率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 按照音像客户转让商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确认收入 因为站在我的角度 我虽然卖出100万东西 但是有20%会退货了 我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只是100万的百分之什么 80换个词 就是预计不会被退货的那部分 我才确认为什么收入 那就是将来我带主营业务收入是100万的百分之八十 我只把80万确认为收入 那另外估计会退货的百分之二十呢 就是按照预期因销售退货而将退还的金额 我现在宁可确认为一项负债 也就是100万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二十万 我给他记住预计负债 横杠应付退货款 这个科目 将来这个可能退还的金额 几乎成为收入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 所以你要清楚一件事 有人跳着脚的嚷 说老师合同负债跟这预计负债有啥区别 我说了100回了 合同负债几乎可以断定 它是收入的前身 没有极特殊情况 它会转入主营业务收入 而预计负债 你就把它理解为 将来这是我要退还的金额 它成为收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等于八十万记住主营业务收入 二十万记住什么 预计负债 我用的明细科目应付退货款 这个明细科目倒不一定非的 给他记上就可以了 那借方应收账款 是我没收到钱 我收到钱了借银行增款 这儿永远是含税价 是一百吗 不对 是一百一十三 那么代方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 可能有人说八十乘以百分之十三 不对 站在税法的角度 你的东西既然卖出去了 我就应该按你的交易价格 一百乘以百分之十三 都十三万 将来你退 我再允许你充减肖项税额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只是收入确认百分之八十 然后剩下百分之二十 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成本呢 接着往下看 按照预期将退回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 退回商品转让时账面价值 比如说你卖这批产品的成本 假如说是八百 那么你卖产品是不是就会带库存商品八百呀 对 那这方我们往下看 扣除收回该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 包括退回商品的价值减损后的余额 确认为一项资产 这项资产用到的会计科目叫应收退货成本 再说一遍 这项资产用到的会计科目是应收退货成本 那么按照所转让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 扣除上述资产成本后的金额 节转成本 假如说 我既不考虑收回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 我也不考虑退回商品的价值减损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八百的百分之几十 可能退货的是百分之二十 一百六 我给他计入应收退货成本 而可能卖出去的这个不会退货这百分之八十六百四 我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但是很尴尬 尴尬在哪 就是将来这应收退货成本呀 可能比一百六小 比如说 我卖出东西 我在往回收的时候 我可能会发生一部分成本 然后我卖出东西 在往回收的时候 会发生价值减损 比如说 你减损了二十 那是不是应收退货成本只计一百四呀 但我库存商品八百是没错的 然后八百减去一百四 你这貌似就不是六百四而变成了什么 六百六 你发现了吗 实际上我们收回该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 包括退回商品的价值减损 这一部分并没有体现在应收退货成本里边 而是直接体现在主营业务成本 也就是说 我应收退货成本 我记得的只是我实实在在能收回了这一部分金额 我才记住应收退货成本 考试时这一部分一般它不出 你就记住了 百分之八十几主营业务成本 百分之二十几应收退货成本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的退货率我刚才说是估计的准吗 不准 所以我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应当重新估计未来销售退回情况 如果发生变化又来了 什么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我再说一遍 跟我们第三章固定资产有关的 跟我们第四章无形资产有关的 跟我们这一章收入有关的 发生的变更 全是会计估计变更 给我记死了 后边我要用到这个点 好 这是我跟你说的分路 该说的都说完了 咱可以讲立题了吧 看例十七杠三十 甲公司是一家健身器材销售公司 二零某七年十一月一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五千件健身器材 单位的销售价格是五百 五千乘五百应该是得二百五十万 您算错了吗 然后单位成本是四百 五千乘四百应该等于多少 二百万 开出的增税庄发表 著名的销售价款二百五十万 已经出来了 销售额对应的增值税是三十二点五万 健身器材已经发出 但款项尚未收到来了 什么 应收账款 根据协议约定 乙公司应于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支付 那二零某七年十一月一日记载的是应收账款 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记载的是应收账款的收回 这个产品在二零某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有权退还健身器材 这就是退货期 退货期满之前 我只是把不会退货的部分确认收入 节转成本 预计将会退还的部分 我收入确认不确认 我记的是什么 预计负债 我成本接转吗 不接转 我记得是应收退货成本 别错了 然后甲公司根据过去的经验 估计该健身器材的退货率约为百分之二十 有了 先给我做一米百分之二十的 是在什么时做 是在二零某七年十一月一日就要做这一批 然后他多说了一句话 在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甲公司对退货率进行了重新估计 这叫啥 这叫会计 估计变更 认为只有百分之十的健身器材会被退回 那我是不是要重新调整收入 重新调整成本 对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健身器材发出时 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实际发生退回时 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 红字增值税状发表 说明我可以冲 消享税额 假定健身器材发出时 控制权转移给一公司 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就差做分录了 那咱做分录 二零某七年十一月一日 您跟我说根据经验 您认为的退货率是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总的价款是二百五十万 那我就把二百五十万当中的 百分之八十二百万 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我就把二百五十万当中的 百分之二十 确认为预计负债 然后贷方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是二百五十万 乘以百分之十三 得三十二点五 对吧 没问题 前面都说了 借方因为你这笔钱 是在当年年末才能收到 至少在你销售这个点 它是应收账款 一定是喊税 假 就是二百五十万 加上二百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十三 对吧 这是确认收入 我只确认了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然后成本呢 一样 贷方库存商品 不是我们所说的五千件乘以每件的成本 四百是二百万吗 其中二百万的百分之八十 确定为主营业务成本 二百万乘以估计退货的百分之二十 确认为应收退货成本 没了 我确认了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我截转了百分之八十的成本 祭死这俩数 到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 不论哪一天 我收到这笔钱了 不应该是二八二五零零零吗 借银行存款 带营收账款 没了 然后 是不是二零某七年十一月一日卖的那笔 分路做完了 收钱的分路做完了 岁月如梭 时光荏染 转眼到了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你假公司对退货率进行重新估计 那就意味着你重新估计后的退货率是百分之十 慢点 咱想一件事行吧 我原来的退货率是百分之二十 等于我只确认了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我如果退货率要是百分之十 那我应该确认百分之九十的收入 这个结论您没争议吧 应该确认百分之九十的收入 可是您这已经确认了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那我就再补一个百分之十的收入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带主营业务收入是二百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十 得二十五万 另外大家想一想 我原来确认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都记住了预计负责 而我现在应该确认百分之九十的收入 那就意味着只有百分之十 估计退货的部分记住预计负责 可是你这记住了百分之二十 那不就意味着你原来确认的预计负责怎么了 多了 多多少 正好多百分之十 那我就给你充减百分之十 预计负债不是负债的科目吗 充减计哪方 计借方 借预计负债应付退货款 二百五十万 充减百分之十 你没发现吗 原来除了收入剩下算预计负债 现在收入多了 当然就挤占了预计负债的名额 预计负债坚守 能再往下问一句吗 在充减之后 你此时的预计负债横杠应付退货款 还有多少 你最初是贷方的五十 然后这儿充减了二十五 预计负债是不是还有贷方的二十五 对 这个数字我后边要用 我在这儿提前给你算出来 结束了吗 没有 你预计的退货率改成百分之十了 再看这笔分路 我应该 我应该 结转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可是您这儿只给我 结转了百分之八十的成本 我是不是额外 还应该再结转百分之十的成本呀 对 或者说我补一个百分之十的成本 二百的百分之十 那不就是二十吗 然后你原来百分之八十 结转成本 百分之二十记录应收退货成本 可是我现在退货率是百分之十 我这儿只应该把百分之十的金额 记录应收退货成本 可是您原来记了百分之二十 不就意味着你应收退货成本 这部分金额记多了吗 多了咋充呗 他不是在借方吗 充减就在贷方 贷应收退货成本 二百的百分之十是二十 写完了吗 写完了 我还要求你画另外一个金字账 就是应收退货成本 这个应收退货成本 原来是借方的四十 现在贷方是二十 差额还剩借方的多少 二十 好了 那么接着往下数 二零某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发生销售退回 实际的退货量为四百件 慢点 咱想一个数 你原来的退货率你认为是百分之二十 后来你修正了退货率是百分之十 那我可以问您一件事吗 这个百分之十是多少件 百分之十应该是用总数的五千件乘以百分之十应该等于多少五百件 也就是我预计的退货率应该是退五百件 我是把剩下的四千五百件确认为收入剩下的四千五百件结转的成本 可是现在不对 我实际退货是四百件 貌似比预计退的怎么着少一百件 大家想一下 我退的越少 我确认的收入就应该越多 我结转的成本就应该越多 这么说你能听懂吧 你原来预计退五百件 这五百件你没有确认收入 这五百件你没有结转成本 现在实际只退回四百件 是不是就等于你再应该给我额外补一个一百件的收入 补一个一百件的成本 对 所以在这就会补一个一百件的收入 每件的售价不是五百吗 这补一个收入五万 再补一个成本 那就是借主营业务成本一百件乘以每件成本四百 四万 要把这差额给我补出来 然后既然你退货了 是不是已经成真了 要预计负债还有用吗 没用了 预计负债是贷方差额二十五 反向 画问号画在借方 那就是借预计负债二十五 有多少充多少 另外真的退货了 应收退货成本还有用吗 没用了 问号画在贷方 那就是贷应收退货成本二十 完了吗 退货退货 你真的把东西退给我 站在我的角度 我得到了什么 库存商品 这个库存商品是实实在在的四百件 每件成本四百 得十六万 另外你退给我货了 我是不是要退给你钱呀 对 退多少件的钱 四百件 当时一件我收你五百块钱 我是退你四百成五百 不是 您忘了一件事 您收我钱的时候 您收的是寒税价 您退我钱也要退寒税价 所以要多成个一加百分之十三 二二六零零零零 因为我退货了 我是不是可以充减我的肖像税额呀 对 四百件每件售价是五百乘以百分之十三 算出肖像税额是两万六 你有没有发现这笔分路所有的内容都画完了 对 如果你没算错 这笔分路正好是平衡的一分钱都不差 这是预计五百退四百 要补一百的收入 补一百的成本 那我给大家补充个第二种情况 如果二零某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确实发生销售退回了 但实际退货量就是五百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跟我预计的完全相等 有一件事我不用做了 我不用补收入 我不用补成本 因为我就是跟我预计数相等嘛 你看在整个的分路里边没有收入 没有成本 但是对不起 你的预计负债余额二十五万 是不是还要充减掉呀 你的应收退货成本二十万 是不是还要充减掉 对呀 然后我得到了库存商品 这一回我得到的是五百件 每件成本四百二十万 我得到库存商品 我是不是退你钱呀 我收你的时候收的是寒税价 我退你钱也退的是寒税价 五百件 每件的售价是五百 乘以一加百分之十三是二八五零零 最后充减销项税额 按什么中 按售价中央 五百件 每件售价五百乘以百分之十三 得到三二五零零 如果您没算错 这笔分路正好是平衡的 那么第一种情况比预计退的少 第二种情况比预计来相比是相等 第三种情况我再给你补充一种情况 蒙的蒙的出来一定是比预计退的多 你退的越多你应该越少确认收入 少节转成本 所以实际退货量为六百的时候 而你预计的退货率是百分之十五百 那我是不是比预计退的多呀 比预计退的多 我要充收入充成本 首先占有一个充额外一百件产品的收入 每件售价五百是五万 充成本 代主营业务成本是不是表示充减啊 是一百件每件的成本是四百 这是四万 你看退的少是补收入补成本 退的跟预计相等 既不充也不补 退的多是充收入 充成本 然后还是要把预计负债 跟应收退货成本的余额 给它充了 另外我退你钱退的是含税价 现在实际退货量不是六百吗 那就是六百乘以 售价五百 我一定退你含税价 三三九零零零 退了 那我就收到库存商品六百件 每件的成本四百得二十四万 我还要充填肖像税额 按什么充填 按售价的百分之十三 肖像税额是六百件乘以每件售价五百 乘以百分之十三 如果您没算错 分路正好是平衡的 一分钱都不差 三种情况我全给你讲了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从我们收入这一张 变成新准则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内容 每年必考 一定会在主观题里边考 这道题你就是类土鞋 要给我掌握住 那么小标题四 这个内容是我给大家补充 就是在对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当您作为客户 您要求把这东西退回给我企业的时候 我可能企业有权向您收取一定金额的退货费 将来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我会用我的交易价款乘以预计不会退回的比例 加上我可能收你的退货费 这部分是不是我收你的钱 对呀 退货费是不是也是我姐收你的钱 对 这两部分之和都却认为我的收入 总原则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直接看下边的这道补充例题 假公司向家居店销售十张餐桌 每张餐桌的价格是一千 成本是七百五 你敢不敢说十成一千 全是你要确认的什么 收入不敢 根据合同约定 家居店有权再收到餐桌的三十天内退货 这不就叫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吗 但是需要向假公司支付百分之十的退货费 每张餐桌的退货费为一百 那么根据历史经验 假公司预计的退货率是百分之十 慢点 您可以有两种算法 十张餐桌每张餐桌的价格一千 加起来是一万 那么将来我就会把一万的百分之多少 九十却认为收入 那么除了这个 您这不是还有一个百分之十的退货率吗 十张餐桌 百分之十的退货率 那不就等于退一张餐桌吗 退一张餐桌 我是不是要收你退货费一百呀 将来我把这一百也算作是我的主营业务收入 最后我的主营业务收入是九千一 听懂了吗 那借方的应收账款肯定是这一万 剩下的差额直接到几 预计负债横杠应付退货款 你发现了吗 实际上你向客户有权收取的退货费 其实直接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里边 等于挤占了预计负债的名额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往下看 他不是告诉你十张餐桌 每张成本七百五吗 首先我要做的是代库存商品七百五乘以十 其次我会把这十张餐桌退货率是百分之十 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不会退货 我就是用这个七千五乘以百分之九十 确认为主营业务成本 剩下的本来七千五乘以百分之十 确认为应收退货成本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假公司预计为每张退货的餐桌 发生的成本五十 我十张餐桌退货率百分之十 退一张餐桌 而一张餐桌的成本五十 我就把这五十直接加在哪 加在主营业务成本里边 最后算出六千八 到底应收退货成本是七百 是不是在这你能看出来 退回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 包括商品 退回时的价值减损 都等于直接体现在了主营业务成本里边 你这边多了五十 应收退货成本这肯定是少了五十 本来应收退货成本应该是七千五乘以百分之十 现在这肯定是少了五十 所以我这笔分路就给大家写完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我再给大家讲一道题 就是这道题是指南上的一道题 但是非常有代表性 就是除了富有客户销售退回条款 我还可能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又来了 谁占用资金 谁需要付出代价 谁进行融资 重大融资成分通常的前提是跨年度 好了 我们多题 以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A产品 客户在合同开始日 即取得了A产品的控制权 并在九十天内有权退货 我能不能把所有的金额都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不能 我得估计退货率 他说由于A产品是最新推出的产品 以公司尚如有关该产品退货率的历史数据 也没有其他可以参考的市场信息 那我没有估计退货率 我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我能截转成本吗 也不能 对 然后往下看 他告诉你A产品的成本是多少 八千 虽然在合同开始日 我不能确认收入 我不能截转成本 但实实在在的 我的产品确实发出去了 我在这就会带库存商品 八千 什么时候做这笔分路 是合同开始日 但是因为我不能合理估计退货率 我不确认收入 我也不能截转成本 我宁可把这八千全部记住 应收退货成本里边 合同开始日只做这一笔分路 听懂了吗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说退货期满后 未发生退货 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您的退货期不就是九十天吗 等你九十天内 因为已公司不能确定退货率 他既没有确认什么合同资产 也没有确认应收款项 所以他无需确认重大融资成本的影响 没问题吧 等将来退货期满的时候 别的什么先不说 我可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了 我同时可以确认主营业务成本 先说主营业务成本 我的主营业务成本是多少 八千呀 但是还能带库存商品不能了 你可以理解为库存商品已经改名 叫应收退货成本 这你只能给我充减应收退货成本八千 那么主营业务收入是多少呢 他不是说存在着重大融资成本吗 咱往下看 该合同对价是一二一零零 根据合同约定客户应于 合同开始后的第二年年末付款 第二年年末付款 也就是两年之后的合同对价是一二一零零 那我要的是什么 控制权转移当天的限销价格 他说A产品在合同开始的限销价格 就是它一万 这一万就是我该确认的收入 所以在这儿带主营业务收入一万 这个一万就是我们未收的本金 而借方因为两年之后才能收到这笔钱 只能记长期应收款一二一零零 差额到底未实现融资收益两千亿 您记得不记得这两千亿是要摊销的 对 但是要摊销 我必须知道一个实际利率咋知道 很简单 是不是我只要用一万乘以一加爱的两年之后是平方 等于一二一零零 我就能算出爱等于几 对 这个爱在折线时充当了折线率的角色 这个爱在你摊销时充当了实际利率的角色 对不对 对 那么将来我们要摊销的时候 你未收的本金不是一万吗 你摊销第一年的时候 可能就要做借未实现融资收益一万乘以你算出的爱 代方比如说财务费用一万乘以你的实际利率 这是我应该收到的利息 我收到了吗 没有 那到第二年 我是用我未收的本金加上的利息之后 我再去算 前面有个四百跟四四九点四四的那道利题 我就不再跟你说了 两年之后 你未实现融资收益正好怎么的 摊销没了 最后到两年之后 你收到一笔钱 借银行送款一二一零零 贷长青收款一二一零零 没了 所以他说在后续期间 你要把这差额两千一案实际利率法进行谈销 确认相关的利息收益 就是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代财务费用 同时已公司还应当按照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评估你的长期应收款是否发生减值 我有收取现金的权利 对于我来说不就是金融资产吗 如果发生减值怎么办 预期信用损失法呀 借信用减值损失带什么 坏账准备呀 这就是后续期间 第一种情况 我就给您老人家讲完了 非常非常重要 每年必考 括号 富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 您听好了 这种质量保证 我们分为第一种叫保证类质量保证 啥意思 就是我为了向客户保证所销售的商品 符合既定的标准 实际上通俗的用两个字来说 达标 我要买你个水杯 你得给我保证这水杯不漏水 我要买你这书写笔 你得保证这书写笔 比如说能写一千小时 我要买你这翻烟器 你必须保证这翻烟器能翻五万页 和能天 这种保证叫达标类的保证 或者叫保证类质量保证 除了达标以外的 还有一类叫服务类 质量保证 比如说我给您的承诺是 如果这杯子您不小心磕碎了 我负责给您拿胶水粘起来 你甭管我怎么粘 反正我就想拿胶水给你粘起来 大家想一下 它要是玻璃杯 谁的玻璃杯掉在地上 它也会叭击一下 肯定会碎了 这跟我的产品达不达标有关系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负责给您用胶水粘起来 这种是为了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之外提供的单独的服务 那就是服务类质量保证 那有人说为了达标 你忘了吗 第十二章获有事项 我们曾经讲过 你的产品为了达标而确认的质量保证 是不是在我们那一章叫产品质量保证 它做的分路是借销售费用 待预计负债 而且它的金额是概率加均平均 而服务类质量保证也就是达标以外的保证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面前有个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会告诉你 我保证你这计时器能使一千个小时 不够一千个小时 我负责给你包修包退包换 这就叫保证类质量保证 它就是为了达标 那我就借销售费用待预计负债 但是在达标之外的服务类质量保证 什么意思 你这计时器如果拿水泡了 你这计时器如果拿锤子砸碎了 你这计时器如果摔了 这跟我产品有关系 没关系 再好的计时器也经不住 你拿锤子砸 但是我就愿意给你保证 我负责给你修 这种达标以外 跟产品质量保证以外的 我们叫服务类质量保证 将来服务类质量保证 它可能是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 啥 单项履约义务 我要把交易价格分给它一部分 就这意思 那么第二个判断标准 怎么就知道它是保证类质保 怎么就知道它是服务类质保 先说第一个 对于客户能够选择单独购买质量保证 我还需要花钱买的质量保证 那么它实际上是什么 服务类质保 比如说你哥丁东商城买东西 他说你花钱 我可以再额外给你保几年 这种叫服务类质保 它并不是保证类质保 保证类质保是 我买的价款 你就必须保证你的产品 杯子不漏水 你就得保证你翻页 岂能翻页 你就得保证你输写笔能输写 我不用花钱单买 花钱单买的是服务类质保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服务类质保 只能额外花钱买 不是 有些虽然不能选择单独购买 但如果我能断定 你是达标类质保之外 提供了一项单独服务 也应该作为单项理业义务 所以结论是什么 你成为服务类质保 跟你花没花钱没关系 我的判断标准 你是不是保证类质保以外的 保证 如果是 那就是服务类质保 如果是 那就作为单项立约义务 只不过我们经常有一个判断原则 你单独花钱的 肯定是服务类质保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处理原则 如果你是服务类质保 那我就要把你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将来我会把交易价格分摊给你一部分 而如果你不能作为单项履业义务的质保 那这不就是保证类质保吗 这种保证类质保是按照第十二章或有失项 也就是第十三号准则的规矩 借销售费用 贷什么预计负质 是这个意思 那么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假如说我提供的质保里边 既同时包含保证类质量保证 就是达标类质保 也包含服务类质保 结论是什么 我应当分别对其进行账务处理 保证类质保 我按第十二章的规矩栏 借销售费用 代预计负账 服务类质保 我会把它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我会把交易价格分给他一部分 但是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 如果我无法合理区分这两类保证 对不起 我宁可认为它只存在服务类质保 我把它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按照本准则的规矩来 记住了 无法区分的 我们是把它作为服务类质保 来进行账务处理 这种无法区分 我们貌似学过好几个了 比如说外购固定资产 如果能够区分 防酸固定资产 地酸无形资产 无法区分的统一作为什么 固定资产 再比如说自行研发 我们研究阶段的支出是费用化 开发阶段符合条件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费用化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支出的统一什么费用化 再比如说我为了自行研发 而发生的共同费用 能区分的正常区分 区分不开的统一什么化呀 费用化 再比如说我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能单独的计量和出售 部分自用部分出租 部分用于赚取资产宗值 能单独计量和出售的 单独计量出售是分别 确认不能单独计量出售的 不能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作为啥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包括这儿的无法合理区分的 统一作为服务类质宝来处理 别错了 这些点考试是经常要考 我们直接看例17-31 他说假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销售一部手机 自该手机出售起 一年内如果发生质量问题 假公司负责提供质量保证 这叫保证类质保 保证类质保 其实你想象 在这儿他是不是有一个销售手机的 旅游义务 对 还有一个保证类质保 记住 这个保证类质保 只要能单独区分 他做的是借销售费用 待预计复杂 不参与单项旅游义务的分配 他说此外在此期间内 由于客户跟我产品 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是产品达标以外的质保 客户使用不当 比如说手机进水等原因 造成的产品保证 假公司也免费提供维修 慢点 这个维修 就是我们所说的服务类什么 质保 这个服务类质保 我们说过 你能单独购买的 肯定是服务类质保 你不能单独购买的 但是你是保证类质保之外的 我们是不是也把你看作单项旅游义务 对 他虽然不能单独购买 也看作单项旅游义务 那现在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有三项承诺 但是参与分配的只有销售手机和免费维修这两项 对于保证类质保 它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他要做的分路很简单 借销售费用 带预计负贷 而对于我们免费维修 虽然他没有单独销售 但是他跟销售手机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比如说 你这手机 收了两千块钱算交易价格 一定要按照合同开始日 单独售价的比例 比如说分给手机一千八 分给服务二百 要给我进行交易价格的分摊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儿的旅游义务 就是一个销售手机 一个是提供什么 维修服务就可以了 而保证类质保 是按照第十二章 或有十项的规矩去处理 是不是很简单 只要能区分清楚 保证类质保和服务类质保 这块内容没问题 括号二 八种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我已经讲完两种了 不知道您老人家听的怎么样 括号三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为啥对他进行区分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是什么身份决定着 你确认收入的时候 是用总额法 还是用什么净额法 什么叫主要责任人 我们先看第一个总原则 为了给大家好举例子 我相信大家都参与过网购 这种网购 比如说以京东为例 我们会有京东自营 是不是京东自营 有一个红色的标写着自营呀 对 剩下的它没标的 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什么叫京东自营 很简单 所谓的京东自营 比如说我就以电脑为例 戴尔公司 如果 把电脑在京东商城上卖 假如说要是京东自营 是一个什么流程 是戴尔公司 把这个电脑先卖给 我们所说的京东商城 而京东商城将来再卖给您 您不就是终端的消费者吗 对 将来站在京东商城的角度来说 我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 京东商城把这东西卖给您终端消费者 之前 它是不是已经取得了戴尔笔记本电脑的控制权 对 它是从戴尔公司把这东西买下来 所以这种向客户或者终端消费者转让商品之前能够控制该商品 他取得了这个电脑控制权的这种 我们把京东商城理解为主要责任人 这个主要责任人将来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将来京东商城把东西卖给您 比如说卖了八千 这八千他要全额 全额 全额 我说了三遍 这八千他要全额确认收入 而京东商城从戴尔公司买这个电脑 比如说花了五千 这五千他要全额确认成本 这不就等于收入上总额法确认的吗 所以他收入确认的原则是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金额八千 确认收入 这时候我们京东商城就是主要责任人 在转让给您之前 他是先从戴尔公司买过来这个东西 他已经对这商品具有控制权 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但还有一种 比如说如果不是京东自营的 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厂家 他想卖他的东西 但是京东说你想卖你的东西可以 你自凭本事 我不会把你的东西买下来再卖给消费者 那这时候京东商城就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 是不是没有标有京东自营的厂家也可以把这东西在平台上卖 对不对 对 将来这个东西呢 可能还是卖给了终端消费者 但是这个东西京东商城在卖给消费者之前 并没有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那可能将来他收钱 比如说京东商城从终端消费者那收8000块钱 这8000块钱都算他呢 不是 他可能要扣下200块钱 剩下的7800都反给我们所说的什么 厂家 因为这个东西是厂家的 在卖给终端消费者之前 我并不能控制该商品 或者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我只提供了一个平台 相当于充当了一个红娘的角色 我等于给厂家还有终端消费者 签了一条线 在这种情况下 你告诉我京东商城确认多少收入8000 然后成本7800 不对 我是用我从你终端消费者收到的8000 减去支付给厂家的7800之后 这200 我们以这金额来确认收入 那么当然了 这是一种付款方式 还有一种付款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厂家跟京东商城说了 你先收到这8000块钱 你先都给我 我将来再反给你8000的10%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是不是等于是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和比例呀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 京东商城只提供一个平台 东西是厂家的 将来终端消费者的产品有问题 不是找你京东商城 是给你京东商城打电话 你只是传达一下 还是厂家负责收获 这种京东商城在这就充当了代理人的角色 那我们是净额法确认收入 你只是把收到的8000扣掉 返给厂家的7800之后 那200 那个佣金手续费确认为收入 你看 主要责任人是全额确认收入 全额节奏成本 而代理人 东西根本不是我京东商城的 在转给你终端消费者之前 我不能控制 我只把佣金手续费确认为 我京东商城的佣金收入就可以了 这就是总原则 那么第二个 当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 刚才说的不就是有厂家吗 什么代理公司呀 厂家 这不就是第三方吗 我是京东商城 你是终端消费者 客户 然后企业向客户转让 特定商品之前能够控制该商品 能够控制该商品 我京东商城就属于自营 我应该作为主要责任人来处理 我是全额确认收入 收终端消费者多少钱 全额确认收入 我从代理公司买东西花的钱 全额节奏成本 哪三种情形 用背吗 你背他干什么 只要在转让之前能够控制商品 你就是主要责任人 比如说第一个 企业自该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的控制权 是先取得控制权之后再转让给客户 第二 企业能够主导该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比如说 这个东西不是我京东商城买断了吗 哪怕客户将来让你提供服务 是我京东商城跟你带着公司说 你给我提供服务 但是真正做主的还是说什么 京东商城 第三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之后 通过提供重大服务 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合同约定的 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这东西要不是你的 你京东商城敢组合产出吗 不敢 还是在说转让之前你已经取得了什么控制权 就这三种情形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是以转让为分界线 转让前你已经取得了控制权 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责任人 否则你就是代理人 那么第三个 企业在判断其项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 是否已经拥有对该控制权 转让商品之前有控制权的 那我成为主要责任人的可能性大 转让商品之前我没有取得控制权 我只是当了一次轰赢 我是代理人 不应紧急选于合同的法律形式 还应该综合考虑下列四个方面 用备吗 不用 你备他干什么 第一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我会对你进行灵魂考问 谁对质量和性能负责 谁提供售后服务 谁解决客户投诉 如果你京东商城已经从戴尔公司 把这产品买下了 将来消费者有问题 你是不是京东商城全部承担呀 对 第二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和之后 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将来你买下了这个商品 如果这商品贬值了 回损了 是不是你京东商城自担 对 这就是第二个 第三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的商品价格 只有我的产品 我才能决定交易价格 第四 其他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这四个是必须的吗 是一定的吗 不是 你比如说有一种特殊情况 我就以括号三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是周大福 我生产黄金制品 那可能呢 我要把这东西放到我们 比如说专柜里边去卖 那可能专柜就会告诉你 为了其他的黄金首饰也能卖出去 我规定你的价格上限 每刻不能超过五百块钱 在五百块钱以下 你周大福还是不是自行减假 是 这个 这种情况 你周大福还是主要责任人 我只是为了平衡我跟其他的厂家的价格 我锁定了一个上限 但是并不代表我超市商场能决定价格 还是你周大福能决定价格 你周大福还是主要责任人 而专柜还是代理人 听懂了吗 所以套这几个事项的时候 不要套的太绝对化了就可以 我们直接看一个例十七杠三十二 这是2021年新增的一道立体 后边还有一道立体新增的 挺好的 我们分析一下 甲公司是一家经营高端品牌的百货公司 采用于品牌服务供应商合作的经营模式 某高端品牌供应商 以公司在甲公司指定区域设立专柜 或专卖店提供约定的品牌商品 并委派营业员销售产品 那么假定本案例不包含租赁 你就不用考虑租赁了 他说以公司负责专柜的商品 保管出售调配下降 承担丢失毁损风险 拥有未受商品的所有权 他在暗示你什么 以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往下看 以公司负责实际定价销售 价格你也能确定 假公司负责对百货公司内销售商品 统一收款开具发票 但是假公司很有可能是代理人 假公司将收到客户款项 扣除百分之十后支付给以公司 是不是这句话更确定假是代理人了 对 然后他后边还说了一些条件 假公司通过各种促销活动 以提高百货公司的组体业绩 促销活动分为假公司主导的促销活动 和以公司自行打折活动 假公司主导的相关促销活动费用 有些是由假公司自行承担 而有些是由假以公司共同承担 而以公司自行开展的打折活动 需要获得假公司同意 有人说我价格不做主 我以公司是代理人 不是 就跟我刚才给你举的周大福 我只规定一个上限 你还是能自主决定你的价格 假公司会要求其打折的幅度和范围 符合假公司定位 例如打折幅度不能过大 保证不打折的新品的比例不能过低等 如果需要办理退换货 假公司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换货 假的 往前看 赔偿等事项 之后可以向以公司追偿 你看这些不都是在说 以公司对转让商品承担责任 然后以公司承担了商品从而风险 以公司有权自主决定商品价格吗 都是在说以公司是什么主要责任人 假车客户饼购买商品 向假公司支付1000 假公司扣下11%之后支付给以公司900 都分析完了 站在以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肯定是主要责任人 为啥呀 因为在客户饼付款购买商品之前 以公司能够主导商品的使用 什么出售调配下降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力 因此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所以当饼给了1000块钱 他全额确认收入 然后他给假的这个100 他应该怎么做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拥金手续费 他可能做销售费一把吗 而站在假公司角度 在商品转移给客户饼之前 你不能自行或者要求以公司 把这些商品用于其他用途 也不能禁止以公司 把商品用于其他用途 结论是什么 假公司没有获得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只是负责协助进行商品销售 他是啥 带领人 他只是把他得到的100块钱佣金 确认为收入 这是新增的一个 然后例17-33 也是2021年新增的一个例题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是一家知名服装品牌的生产零售商 拥有数百家直营连锁店 然后小型服装生产商 乙公司向假公司供应服装 乙公司按照假公司选定的供货清单的要求 将商品发送给假公司指定的直营门店 商品收到以后 假公司组织验货 是不是不合格的 我直接给你退了 貌似假公司应该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但现在能决定 不能接着往下看 按照供货清单核对商品 确保没有短意货不对版等情况 假公司将从乙公司采购的服装 与自产的服装一起管理 并负责实际销售 其商标为假公司商标 对外宣传为联名团 往下看 假以双方协商确定掉牌价 假公司在掉牌价7折以上 可自行对外销售 并制定相应的促销策略 7折以下 需要征得乙公司的许可 是不是站在乙公司角度 貌似他可能就有可编对价的存在 假以双方根据销售收入 每月五五分成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给你那五成 是我反给你的佣金呀 也可以这么理解 往下看 如果商品自上架陈列三十日内 仍未售出 假公司有权将未出售的商品 全部退还给乙公司 这是我有权退货 这叫富有销售退回条款 站在乙公司 但是在假公司决定将商品退回前 乙公司不得取回条换转移商品 是不是在暗示你假公司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对 如果需要办理退还货的 假公司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还货 赔偿等事宜 之后可以向乙公司追偿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站在假公司角度 您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 您能够主导商品的使用 出售调配下降 能够获得几乎所有的好处 所以假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在您把这东西真正卖给终端客户时 全额确认收入 您在跟乙公司进行结账时 这一部分全额确认成本 而站在乙公司角度来说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乙 把这产品卖给了假 假又卖给了终端消费者 乙公司应该将商品发送给假公司 指定直营门店并经假公司 验收后确认销售收入 但只不过不是可以掉牌架 可以打折吗 不是三十天内可以退货吗 由于三十天未售出商品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 假公司有权退回给乙公司 并可向乙公司追偿 这时候乙公司确实可以确认收入 但是他应该按照 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进行确认 他会估计一个假公司退货率 把不会退货的部分确认收入 啥是确认 我只要把东西给你 我就确认 预计会退货的部分 我确认为预计负债 一定要分清楚这些情形 那么这是我们教材新增的两个题 还有教材原来的两个题 一个是例17-34 207年1月假旅行社 从A航空公司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打车机票 并对外销售 假旅行社在向旅客销售机票时 可自行决定机票的价格 未售出的机票不能退还给A航空公司 那就认为假旅行社在把这机票 卖给旅客之前已经取得了 打折机票的控制权 这时候假旅行社的身份是什么 主要责任人 不用解释了吧 那么例17-35 其实这是一个代理人 跟我们京东那个例题非常相似 他说假公司经营购物网站 在该网站购物的消费者可以明确获知 该网站销售的商品均由其他的零售商直接销售 这些零售商负责发货并进行售后 是不是等于假公司只提供了一个平台 对假其实是代理人 往下看 假公司与零售商签订的合同决定 该网站销售商品的采购定价发货 以及售后服务均由零售商自行负责 假公司仅负责协助零售商和消费者结算货款 并按照每笔交易的实际销售额的5% 将来销售额的5% 是我假应该确认的什么收入 所以在这里边假是什么代理人 他在把产品转给消费者之前并没有取得商品的什么控制权 不用解释了吧 没问题 今年教材还增了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我阐述一下 你知道就可以了 例17-36 就是以购销合同方式作为幌子 进行的委托加工收入的确认 我们真正的委托加工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想把我的烟液加工成什么烟丝 但我太忙了 我实在忙不过来 我就找到你 您跟我是同行 我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加工一批烟丝 你说可以 真正的委托加工是 我把我的烟液给您 烟液是谁的 我的 您替我加工成烟丝 我将来收回烟丝 但我不会让您白忙活 我会给您一部分加工费 这是真正的委托加工 但是我们现在又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烟液卖给了您 然后卖给了您之后 您加工上烟丝 我才从您那买回来 我有可能认为它是有一项销售是卖烟液 我有可能认为它有一项采购是买烟丝 这时是一买一卖 它不叫委托加工 那我们直接看后边的答案 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有这样类似的业务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 就是你加工方是否已经取得代加工原材料 比如说烟液的控制权 如果你作为受托方 你作为加工方已经取得了烟液的控制权 那我是把烟液已经卖给您了 算销售 我将来从您那拿回烟丝算采购 这是一卖一买 但是如果我把烟液给了 您没有取得控制权 烟液依然是我委托方的 将来我收回的烟丝依然是我的 在这种情况下才是真正的委托加工 所以加工方是否有权主导该原材料 使用并获得几乎的全部经济力 就成为了判断的标准 假如说您作为受托方 您作为加工方 您并未取得代加工原材料烟液的控制权 这个烟液原材料仍然属于我委托方的存活 这是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委托加工 站在我委托方的角度 我把烟液给您了 我不会确认收入 我收回的烟丝 因为烟液是我的 烟丝是我的 我没卖 我就不确认收入 而站在您受托方的角度 您挣的只是加工费 所以我应该把整个业务作为购买委托加工服务来处理 将来加工方您 受托方您 实际上是提供受托加工服务 您只是挣的是加工费 确认为您的加工服务费收入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把烟液卖给您了 那么将来我在从您那买烟丝 这是两项业务不是委托加工 别错了就可以了 那么讲到这儿 就意味着标题四 八种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 前三种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